外面的大街上车水马龙 可人们却不知道 街边的这栋大厦内爆发了丧失危机 此时老总正在被黑皮追赶 谨慎的保安为了保护他直接被扑倒 在争斗中一下被咬伤手掌 保安忍着剧痛推开他 二人一路逃跑 来到楼上雷哥的办公室 此时几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总赶紧将情况告诉了众人 而正好电视上正放的黑皮的视频 老总说就是他正在外面咬人 并让众人出去将怪物制服 阿伟本想拒绝 但一听到报酬是这几个月的房租全免 立马就被金钱所贡献 没办法 员工们只能跟他一起去 而受伤的保安却一类了 唯有毒刺留了下来 很快众人来到楼下 他们打开一道缝隙偷偷张望 发现整层楼都已被丧失攻占 小胖已被吓傻 但阿伟却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 赶紧抢过手机入了起来 可下一秒 尖叫声将整层楼的丧失 都吸引了过去 幸好众人在他们赶到前关上了大门 几人赶紧跑回楼上 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 就发现黑皮已来到了这层 他嘶吼着向几人奔来 雷格临危不乱 直接冲上去一脚将气踹飞 但黑皮却毫发无伤地再次站了起来 很快就和雷格扭打在一起 可不管怎么攻击 黑皮就是没事 而一旁围观的几人也被盯上 阿伟直接将小胖推出去挡死 可等几人回到办公室后 他却毫无回忆 还在弄手机拍视频 记得雷格就想教训他一顿 小北赶紧将二人拉开 现在当务之急是报警 但他刚拿起电话 就被一旁的老总直接拍掉在地 他不想刺事曝光 那样的话楼下将跌入谷底 丑陋的人生百态在此惊险 可还没等几人谴责 就一脸惊恐地看向他身后 之前留下的保安慢慢站了起来 此时他已被感染 很快老总就命散黄泉 随即他就向几人扑来 雷格再次挡在前面 剩下二人赶紧逃到屋外 眼看拳脚步行的雷格 捡起根棒球棍 而屋外的二人却发现 身亡的小胖已编成丧尸 向这边冲来 阿伯立马顾气重施 将小北挡在身前 屋内的雷格终于将丧尸干掉 却看到门外惊醒的一幕 危气关头 雷格一把将小北拽进自己怀里 而阿伯也恶人中长恶果 此时整栋大楼内已布满了丧尸 二人只能躲到一个杂物间 现在怎么逃出去是个问题 雷格想到个办法 他将放着音乐的音响顺了下去 很快附近几层的丧尸全部被吸引 二人顺利地逃进楼梯间 准备从地下车库逃生 可就在走到一楼时 却听见楼下传来嘶吼声 低头望去 有丧尸朝上方走来 而抬头看去 回去的路一一被堵死 他们只能冒险走进一楼 可刚出来 就发现整个一楼全是丧尸 二人满命狂奔 沿途的丧尸也被吸引 他们就这样在楼内挽起了大逃杀 很快他俩就被前后夹击 眼看已经无路可逃 雷格一把将小北塞进展车后备箱 随即就将车门关闭 独自一人迎战外面的丧尸群 可因为车窗没关眼 又丧尸胳膊伸了进来 吓得小北不小心将广播打开 巨大的声音将越来越多的丧尸吸引过来 雷格渐渐地被逼到了车顶 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他毅然决然地纵身跃了下去 看着车里心爱之人 用棒球棍用力地敲打地面 将所有丧尸都吸引了过去 眼看群巢即将淹没他 小北提着灭火器走了过来 对着丧尸就是一顿喷 将他身上的丧尸全部轻走 把雷格解救了下来 随其趁此间隙赶紧逃跑 急性磨难的二人终于来到了地下车库 可就在此时黑皮却再次出现 雷格与他开启了二番战 但仍不是对手 小北现状也加入战斗 在经过艰苦的奋战后 终于将其干掉 可还没等松口气 成为老总的丧尸就出现在小北身后 雷格只来得及将其扑倒 随即就被丧尸咬伤了腿 虽然最终将其干掉 但雷格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他倒在了吉祥逃出去的最后一步 雷格知道自己最后肯定会变异 决定留下让小北独自离开 而他也在经过众多生死考验后 终于俘获了小北十来的爱 就在雷格起身准备将他送出去时 二人却突然发现了地上的假牙 他拽起裤腿一看 原来因为假牙 那一口并没有将其咬伤 这可真是开了个大玩笑 二人就这样逃出生天 但他俩却不知道 就在二人走后不久 黑皮就再次坐起身 向出口中慢慢走了过去 恐怕很快病毒就会在江南区蔓延开来